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要真正的那种挑战者可能 一夜 你这蓝毛感动没有吧 他当朋友 他想要真正的那种 他想要真正的那种 是被鎮上的人吗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变成鬼魂了吗 别到了最后还最硬啊 我的指甲盖都 对可能一夜他有难以出言 千叶还是有吧 男主当朋友的 但是这样的话谁去打珍宝啊 可能这就是一个小的矛盾 然后前夜最后还是会回到男主的身体里 然后能跟珍宝对打这样 主要是一夜感觉之前还给 像还给那个千叶取名啊什么的 感觉他们是关系真的挺好的 所以他转变这么突然 说不定也是有背后的原因在里面 然后他没有直接的跟千叶去说 这样 心土这下真的就成龙套了 真棒啊 真棒啊 这个思维已经完全被一夜给占领了 这个思维已经完全被一夜给占领了 他这小滑漆真的有点绷不住我 是终于要揭晓着到底是什么了吗 就像珍宝和男主一样 就像珍宝和男主一样 棒了 there an objections 咸 Lady 呃 咸 妳 这就是说他之前说的要做的事情 别这样 这俩都是很真气嗨的朋友 拳先生一定要把他打醒 但是应该打不醒 因为这样的话男主就没有戏份了 男主最后肯定还是放不下 不成长时间真的难过 全先生的头发真的好像那种蠢蠢 交给王胎 我会想到那种蠢蠢 哪冒出来 就像以前的珍宝一样 什么金刚不坏之声 这就是那种本器人的精髓 绿毛这是爱上了吗 这个时候就 他肯定很佩服他 你们好甜啊 谢谢 50人飞了 绿马好心疼啊 你带来到阿拉洋 阿拉洋 今天学校休门 所以带来来 前面的态度 为什么 哪里 più小賢 arena 卡 tue os kot dasse 我 i p d 太阮暖了 他很擔心你吧 好會撒嬌喔 太可靠了雙開門打冰箱 這是不是他珍寶哥哥的 他當時把這個交給 好帥呀 綠毛這集真的很帥 畫呢 跟綠毛才真正的就是陪珍寶走過低谷 見證他成長過 這個背景音樂真的像那種 這個背景音樂真的像那種 好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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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 抓著他 我還要 我還能 打氣 打 就直接說你是我了嗎 嘴 嘴 你 吼 呱 誣 咱 我憋了 我真的不了 我友人了 友人? 友人? 狗猛奥 狗猛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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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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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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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场景就特别像一叶和千叶他们当时的信徒在干什么 射盘同志 这场景就很像那个千叶和一叶他们决斗的场景 所以他是把男主默认为最强了 所以在打最强之前要先打 没那么强 原生家庭的问题 会冤枉 《acey》 他的亲人都离台而去 了 꿈 被人助成为站中 我的主 ног 移引死的 未发的 从并aient 漾 默默看吧 我一定会负责 我已经进了 因为全先生有好好遵守跟他哥哥的约定 就是要保护好张大 我会不会iyo 我会不会说 都是无语的 是在这时候 是无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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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不是很不语的 我不是很强 我不是重新的 我能够尽快 别这样 他都已经回想到了他们以前的那种时光 他的印在腿上 那为什么男主的是在屁股上 他不应该在手上吗 权先生也太厉害了 之前魔力人一脚就已经干趴了 总感觉在欺负老年人 他一直有的旅行承诺 他不想去伤害珍宝 哇 这水 他要退出了 所以只能是男主 因为财异郎是要保护他 不是手这么老大 但是千叶都已经不再难住身体里了 但是千叶都已经不再难住身体里了 他又 又要想把千叶搞 搞回来 这回 但是这回他的愿望肯定不是脱出了 他这次愿望可能也是给我力量 这次看的我还挺虐心的 虽然剧情上还是有一些比较老套和让人无语的地方吧 但是这种兄弟反目这种技码总是能虐到我 从千叶和一叶他们俩之前的故事就能看出来 他本质上的理念是非常不同的 一叶就是属于那个一定要一较高下 千叶他明显就是更白这种 两个人一起去锻炼成为本期人这个过程 他看的更重一些 他会重视这份友情和陪伴 而不是一定要分你死我活你强我弱 但是一直看了他们是用武力来决斗 最后是被枪打死的真的有点难崩 在打死千叶和一叶的这个枪 应该就是男主和真本他们召唤灯神的那把枪 这应该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开那把枪才能召唤出灯神 灯神被打死之后他们的魂魄可能就依附到这个枪 或者寄存在枪里面了 灯神最后死那块就是那个手要拉不拉的 这种点是迅情 现在还不知道一叶到底有什么难引之言 但是别告诉我最后就是因为他可能想保护千叶 比如说不想让他被居民镇压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种理由的话 那真的太老套了 我觉得就是真宝他打自己团体里的人 他的小伙伴这些是最虐的 我还是比较期待黑化后的真宝能跟男主打一架的 下午已经完全不占男主和真宝的CP了 甚至我觉得真宝跟那绿毛还更好磕一点 而且其实都能看出这几集男主都已经没有 再对女主像开头那样有一种很强烈的执念了 在最后就是再一次召唤千叶的时候 他的这个愿望和初心也已经改变了 可能这就是他从开头到现在所经历的一个成长吧 他真的是想为自己的同伴作战 他想去把真宝给救回来 千叶肯定也是看中了男主和真宝这个 他们想要一起锻炼成为本期人这个承诺 就像是他以前跟一叶曾经的那种承诺一样 所以他肯定是跟男主是有所情感连接的 开始可能是想占用男主身体 但是最后他其实还是跟男主是有个真正的朋友的关系 最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这个翻是主男主和真宝的CP 但没想到看到现在还是其他的负CP更好刻 像蓝毛和粉毛这一集真的 我觉得魔力人和王太他们属于这种老夫老妻相处模式 而粉毛和蓝毛他俩像是那种小情侣期间呢 就是这种打闹真的感觉很典型 绿毛真的是很好伙伴 他把黄毛支走 然后自己去面对真宝 想去靠这个对决把他拉住 让他不要再继续堕落 心徒真的这样子太搞笑了 他真的很爱全一郎了 就是嘴上还说着一定要报仇之类的 但是明明就很关注全一郎 看到全一郎为了旅行和真宝哥哥的约定 然后就是一直不还手去保护真宝 真的还挺虐心的 他还去专门托付了男主 觉得最后让男主去跟珍宝去对打也是合理的吧 毕竟珍宝这个信念崩塌的其中一个很大原因 也是因为男主 所以肯定还是需要男主来解决 这个是他的心结 剧情也感觉跟之前预想差不多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